部長 大家好 請部長 好 請蔣部長備詢 大家可以吃飯了 部長就可以放心一點 教委員你好 我可以吃飯了嗎 差不多了 但是快要很多人沒有飯吃了 所以要特別提醒部長 昨天二十幾位立法委員 共同開這一個公聽會 部長你真的做了一個 很差的政治判斷 因為難得 這些立法委員成立以來 藍綠有共識 就是一起開立法院 這個公聽會就只有這麼一次 結果部長竟然缺席 市長也沒來 還是我硬拗市長才來 所以部長 表示有些問題 你可能被刻意的疏忽 不然就是你了解不多 所以你可能 對內情不夠深入 其實我關心這個事情 我非常關心 尤其是陳委員召集的 這個會議 我是非常關心的 昨天我沒有出席 我也剛才做解釋 當然我也是一個判斷 就是要我等著說 這個可能隨時要到 也是要到立法院 所以說我就在那邊在等著 我現在跟馬總統有同樣的感覺 你話講得太快 也講得太多 我每次都讓你講很多 但是我要得到一個結論 我現在發現到 就是這一次是我們立法院教育委員會 最後一次委員會 我覺得部長 你講話速度很快 原因就是可能你想改的事很多 所以你內心很急 但是內心很急 不表示處理問題的態度 要很急 我就跟部長舉兩個案例 就是很多利益良好的政策 但是如果你沒有良好的配套措施 倉促上路就會造成很大的後果 部長你上任一個重大的決策 就是12年國教 過去三個月都圍繞了12年國教 結果現在有補習班已經幫你下了一個定語 就掛在我們寧波東街 跟這一個羅斯福路的一個補習班看板 顯12年國教我們已經完全準備好了 免試班 特色班 科學班 提升競爭力才是自勝關鍵 12年國教竟然補習班還可以開出免試班 部長 你不覺得很荒謬嗎 我要提這個用意就是 今天良法美意 如果沒有良好的配套措施 就會造成很多 原本應該是幸福的人 變成五指的夢魘 免試竟然變成免試補習班 對 這是我第一個擔心的 所以我就用這個案例來引申 為什麼昨天有那麼多立法委員出席 有那麼多的幼教的辦學者 清晨三點多從中南部趕上來 是 因為他們真正面臨了生死存亡的干界 是 他們的存亡 影響到的是我們下一代的教育品質 是 因為現在私立教育是7 跟功力是3 所以如果他們活得不好 或甚至活不下去 對 影響到是我們的幼兒教育品質 是 你為了提升他們的品質 為什麼今天這麼多委員都在談 沒有去綁 補助 對 本來兩個不一樣的事情 是 結果你把它綁在一起以後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 幼教的辦學者要出來 對 因為你無法想到這個評鑑 對他們造成多大的恐慌 是 這是我配合12年國教剛剛講的 免試升學有配合的免試班 是 你的評鑑 現在出現了一個評鑑 專業補習班 他的廣告寫著 全國托育機構大評鑑 他負責幼稚園評鑑 托兒所評鑑 課後托育中心評鑑 托嬰中心評鑑 他訴求的理念是 自己埋頭做 不如專家幫你做 保證通過 就好像保證你一定 升上好的學校 專人進駐 每月到機構完成評鑑 資料建檔 評鑑如果沒有通過 由專人承染完成改善計畫 最後還講一句話 獨家特賣 就像記者說 獨家新聞一樣 一百多項完整的評鑑內容範本 你知道嗎 這一些幼兒 兼負責我們孩子教育 最初教育起步的 這一些幼兒業者 為什麼會慌 為什麼會擔心你綁補助 因為這個評鑑 會不會過 不知道 馬上有人來送這廣告單 你知道廣告單哪很便宜啦 廣告單只要一毛巾 付出代價你知道多少錢嗎 三十萬到五十萬 部長 你痛不痛心 我其實聽到您剛才這樣子的說明 我其實是蠻難過的 我會希望就是說 我們同仁具體的 跟所有的相關的這個元素 讓他們其實知道 這個評鑑是一個基本的門檻 這個基本的門檻 絕對不在於說 會讓大家還需要透過輔導 或其他的方式來完成的 現在當然是六十幾項 每一項我其實就舉其中幾項跟您談 您看這個其實會需要去去透過輔導嗎 他的這個設立的地址 跟他實際使用的地址 這個要求一致 這是其中一項 我們說每個學生要有適當的保險 這個是一項 這一些其實都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要求 然後說我們生死比要求是8比1或1比8 不管你怎麼看 那這些要求 其實都是用一個最低的要求來達到的 希望維持一定品質 所以其實確實我 部長我再跟你講 評鑑 你在公務機關 現在任職 過去在大學 我們都評鑑過 我也在地方文化局做過局長 我也評鑑過為民服務考核 我也調出來今天 全國的評鑑考核 第一名叫做內政部露出國移民署 最後一名叫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 他們參加的是全國為民服務考核 評鑑 我們的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 是在彰化縣評鑑第一名 送來參加全國評鑑 因為輸給了內政部移民署 輸給了前面的23個 所以他排24名 這第24名要不要懲罰 當然不該懲罰吧 當然不該啊 當然他是好的 評鑑 評鑑是一面鏡子 是讓大家看到自己的不足 而不是用評鑑當做個鞭子 說我為何你不跟著我走 今天我們的評鑑 完全扭曲了本意 所以大家為什麼那麼慌 部長 您要將心比心 我願意來做進一步思考 不過我先跟您做一個補充說明 評鑑在這裡啊 其實這些項目 我也具體的會去看 我基本上是用一個門檻的 評鑑當時可以用分級 也可以用門檻 現在我們訂的這些項目 其實都可以像是 分級裡面的最低那一級 我把它當做門檻 用這個概念在做的 在做設計的 可是當然我也也可以感受到 您剛才特別 從這些業者 他們的焦慮啊 這麼多人 從這麼遠 我常講同理心很重要 所以我願意再來思考 評鑑是不是確實 讓大家造成焦慮 那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也願意在這邊特別呼籲 我們整個評鑑也並不是說 評完以後你就不過 就馬上做處罰或做這個 它其實也有改善的 這些項目的 我希望項目是合適的 而且在作為上 也讓他們可以安心的 這個要做到 我不想陷入我們再繼續爭議 因為我們會講很多 但我知道你理解評鑑用意 我舉一個案例 我最近看到王健鑫院長接受訪問 他做了一個動作 拿一本書往頭上敲一下 那個記者問他說會不會痛 他說現在所有的政府的官員 握有生殺大權的人 三不五時就拿一本書 往自己頭上敲一敲 會不會痛 這叫做寒天飲冰雪 冷暖在心頭 你要將心比心 你認為的不痛 也許是別人的深仇大痛 您知道嗎 我再舉一個案例給您聽 我昨天聽到很多的幼教老師 我說我心裡很痛 因為他們引述他們的很多的前輩 跟他講的話 說他們從事這個工作 是一切為了孩子 為了一切的孩子 為了孩子的一切 但誰來為他們 您知道嗎 他們昨天跟我講一句話 我心都快要睡 就因為我們對於幼教幼保的體系 連在師資部分 我們都找不到一個河流 雙軌 定案都沒有定下來 就讓底下 所有在現場 第一線 最好的老師 忙著團團轉 團團轉忙什麼嗎 忙著補學分 補資歷 補證照 他們昨天講一句話 讓我眼淚都快要掉下來 他說最後對 所有的證書都拿到了 就只插一張證書 你知道什麼證書嗎 離婚證書 因為我沒有時間照顧家裡了 部長 你痛不痛 真的很痛 所以今天這麼多人講那麼多話 那麼多委員不分朝野 好 你今天 部長你要回去 沒事 打自己一下 司長打自己一下 科長打自己一下 你就知道痛不痛 最後部長 好 我不願意陷入只有這麼小的議題 是 我要跟你想的一件大事 是 是今天所有的事情 你要想 我們未來的實力誘托 何去何從 以前我做台北市議員的時候 阿扁上任 就要廣設公立幼稚園 最後被議員擋下來 擋下的原因是一個理念問題 你到底鼓不鼓勵私人辦學 如果你鼓勵私人辦學 你就不應該消滅他 我們後來得到的結論是 設立公立幼稚園 是為了作為一個幼稚園的典範 以及照顧弱勢 但是應該鼓勵私人心學 不要跟他為敵 但是今天 很多人都說我們有 閒置的校舍 我們有很多人想進公立幼稚園進不去 希望廣設 我希望你認真去思考這個問題 好 如果你認為這個方向是對的 你認為現在私校跟公校7比3不對 你就跟我們講 委員我需要100億 我 三年後要把它改成3比7 私力變3 公力變7 是 也可以 但是你要有一個方向 好 你不能像現在這種評戒 好像去威脅私力說 你不是我的夥伴 你是我的敵人 我要消滅你 我相信部長 司長你不是這樣想 他是你最好的夥伴 不是你的敵人 但是你所有的政策 不明朗化 最後的結果 可能就會產生 讓他們覺得 你是要消滅我們 福祉的最後存下來 只有裁判化的私人的幼稚園 所以部長 我最後的建議只有一個 對 好 如果國家的資源有限 你不可能廣設公力誘托的時候 是 你就把有限的資源 對 去彌補公力跟私力之間的 費用的差距 讓家長負擔是一樣的 這是第一點 是 第二個 公力誘托要擺在哪裡 對 擺在原鄉 是 擺在PNT區 擺在私人沒辦法獨立辦學的地方 讓公力去補助 這才是一個真正公力需求的態度 好 部長 謝謝 謝謝 我想您剛才講的我想 我同意 就是說 我其實來接任這個工作以後 針對這一個公私公力私力之間的 互動在不同的層級 不同的學校之間 當然也開始做一些 比較深刻的思考 在這個幼兒園的這個環節裡面 當然未來會找到一個平衡 這個平衡是 是從37變73 這個我想還不太容易做到 可是我想 讓這個好的這個公力的幼兒園 可以某種程度的成長 尤其又在相對弱勢的區域裡面去設置 那成為好的典範 我想這個努力還是持續會做的 可是我想不會走到 73倒過來 我想我可能現在以政府的能力來看 是做不到的 那您剛才談到的 我想很重要一點 我想對我們的期許 就是說 要有同理心來看待整個事情 我也當然是願意來看的 我一向跟同仁就是這樣講 我說你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決定 不再是昨天這樣想 今天這樣想 明天這樣想 你要思考看看 假如你在那個位置上 你會做什麼樣的處理 所以我願意 願意再接受您剛才的這個 也許我之前講話都快了 可能我想我願意深刻來思考 我今天聽到了一個 好幾位委員的這一個 告訴我說 確實衝擊到了我們的 辦幼兒園的這些 這些私立的這些業者 我覺得我也很難過 我也必須回去 會跟我們的同仁 再做一次 再做討論看看 我們出發的好意 說做一個基本門檻的評鑑 維持品質的作為 為什麼造成大家這麼恐慌 甚至要去補習 那我們必須用同理心 我願意再做 再一次思考 謝謝今天陳委員 給我的這個指教 好不好 部長 在上路之前 不要再倉促好不好 謝謝 能夠溝通再溝通 好不好謝謝 謝謝 好